儿媳妇,不好了,小凡来医院体检身体,发现身上有肿瘤,医生说必须要住院手术,需要先交二十万,你赶快带着你的存款来医院缴费吧。 婆婆,这怎么可能呢?小凡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的,怎么这么突然就生病了?你们先别慌,我现在马上就去医院。 一个小时后,小敏赶到了医院。 婆婆,医生到底是怎么说的?有多严重? 儿媳妇啊,医生说长了一个不太理想的东西,估计是肿瘤,需要住院做手术,你还是赶快去缴费吧。 老公,你的工资卡不是有八十多万吗?为什么不赶紧拿你卡里的钱来缴费,还非要我来缴费? 老婆,我也没办法,我卡里已经没钱了,还是先用你的工资卡帮我缴费吧,越早治疗越好。 老公,你跟我开玩笑的吧,你怎么可能会没钱呢?你每个月一万八的工资,自从我们结婚到现在已经有七年了吧。 这七年,你每月只给我八百块钱生活费,除去你自己的其他日常开销,剩下的钱你都自己存起来了。 现在没有一百万,也有八十万吧,我每月只有四千块钱的工资,全部都拿来用于家庭开销了,我手里现在根本就没有钱了。 老婆,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,以后再说这个是好吗?我卡上真的没钱了,你快去把住院手术费给交了吧。 不行,你卡里明明就有钱,非要说你没钱,那你这么多年的工资都拿去了,我才不管那么多,把你的工资卡给我,我自己拿去缴费。 刘晓敏,我看你就是欠收拾,我说了没钱就是没钱,你跟我瞎好什么? 刘晓敏,你怎么回事,我儿子都说了没有,那就是没有了,你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,赶紧去给我交钱,要是我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是啊,嫂子,你能不能不要磨叽了,赶快去缴费,我哥要是做不了手术,我就不认你这个嫂子了。 你们一家人怎么回事,这么齐心,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,就算你们说的是真的,你们没钱了,那我就更没钱了。 张晓凡,我们家里所有的日常开销都是我在处,你每个月就给我一千块钱的补贴,我哪里来的钱去缴费啊,你只能拿你的工资卡去交,不然的话,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老婆,我求求你了,这个时候你不能不管我啊,我们都结婚七年了,你不能见死不救啊。 张晓凡,你求我也没有用,不是我不拿钱给你缴费,是我身上本来就没有钱,你自己手里明明有钱,为什么不拿出来用呢? 还有,你还好意思说我们是七年的夫妻,你知道吗?如果不是因为有孩子,像你这样的老公白送给我都不要,婚前被你的甜言蜜语蒙蔽双眼,让我对你死心塌地非你不嫁。 没想到结婚后就变得这么过分,简直不是人,刚开始的时候,你每个月给我五百块钱生活费,后来孩子出生后增加到一千块钱生活费。 后来家里开销越来越大了,每次我跟你多要点钱,你就说男人在外闯荡都是要面子的,吃饭应酬,按摩这些都需要跟老婆打报告,这样会很没面子。 后来孩子上幼儿园,我自己也找个工作上班了,你就更过分了,每月还是给一千的生活费,既然要求我把孩子学费一起交了,以后你什么都不管了,在家里就跟个大爷似的,家务不做,孩子也不管,每次生活费不够的时候, 这种歪理,你说的还真是冠冕堂皇,虽然房子是你婚前买的,但是房产证也认为你多要点。 只有你自己的名字,你自己还房贷不是应该的吗?而且房贷也没有多少钱啊,你不是早就还清了吗?现在都关系到你的生命了,你还不舍得把你的存款拿出来缴费,却千方百计想着要我出钱,我看你是钻钱眼里去了。 我劝你不要做白日梦了,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,你想要多少就能给你多少,如果不是为了孩子,我早就不忍你了。 既然如此,你为什么还要忍,直接离婚不就行了吗?现在都什么时候了?你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? 医生说了,我需要尽快做手术,你赶快去缴费才是重要的。 你说的还真是轻松,那就把你的工资卡拿出来缴费啊,你工资那么高,工资卡你自己保管。 你说你没钱,谁会相信啊,现在都火烧没毛了,你还想着让我出钱给你治病,你真的是掉到钱堆里了。 我明确告诉你,你自己要钱还是要命,自己选择一个吧,反正我是没钱,还有一种办法,你可以跟爸妈或者你弟弟要钱。 儿媳妇,你不要胡说八道,我们哪里有钱,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 是啊大哥,我孩子多,我也是没有钱的,还是让嫂子给你钱吧,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。 老婆,你现在听到了吧,他们都没有钱的,我可是你老公,你就这么狠心见死不救吗? 到底怎么样你才能相信我卡里真没钱了? 你说什么,我都不会相信的,除非你把工资卡给我,我自己去查。 于是,小凡不情愿地拿出工资卡给小敏,小敏拿上缴费,结果显示余额不足。 张小凡,你给我解释清楚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为什么卡里只有八千多,我们结婚七年了,你每月工资税后一万八不说,没有上百万的存款,起码也得有八十万吧。 这钱啊去了,难道长翅膀飞了吗? 老婆,你冷静点,你千万别生这么大的气,我都跟你说了,钱都被我花光了,你不信。 你让我怎么相信,我们结婚这么多年,从来没见过你有大额的开支,你给我说清楚,你的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? 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,那你就等着在医院自生自灭吧。 老婆,你别生气,你听我慢慢说,我们刚结婚那时候我弟弟刚上大学,所以我就把工资一半给我妈,另一半给我低交学费和生活费了。 后来我弟弟毕业找工作,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我又花钱找朋友给他介绍事业单位的工作,交了十万的介绍费。 你弟弟花的这些钱,都是你出的吗? 是啊,老婆,我爸妈就我和我弟两个儿子,我们兄弟情深,都是一家人,我这个当哥的,当然应该全力以赴地帮助他。 后来我弟弟谈婚论嫁的时候,人家女方要求有一辆好车和一套三居室的房子,还有外加66万的彩礼。 当时我爸妈说我是兄长,关键时刻就得帮弟弟。 我爸妈全款给我弟弟买一套三居室的房子,我花二十万全款给我弟弟买一辆车,可是我爸妈买房子之后,彩礼钱就不够了。 女方态度又非常强硬,必须要有房有车,还要彩礼,才肯结婚。 所以我爸妈就来找我了,我又拿了五十万给我爸妈当彩礼了,就这样钱全部花完了。 这些事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,为什么要隐瞒我,你们全家和起伙来欺负我? 老婆,我也不想瞒着你的,是我爸妈和我弟弟要求瞒着你的,怕你知道了生气到时候再跟我闹。 毕竟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,我爸妈只给你一点的彩礼。 而且当时你也没有什么其他要求,我妈就是怕你有意见,所以才让我瞒着你。 老婆,你不会生气吧? 你说呢,我能不生气吗?你弟弟结婚为什么让你买车出彩礼? 是你弟弟娶老婆还是你娶老婆呀?你真是把我气死了,我几千公里远嫁给你。 当时结婚的时候,你也才给了两万块的彩礼。 张小凡,你还真是大方啊,你弟弟结婚,你一下就拿五十万彩礼和二十万的车,天底下没有比你更愚蠢的人了。 你有没有为我们考虑过,你自己还有老婆和孩子要养呢?看来你不但愚孝,还是伏地魔。 这下好了吧,现在你生病需要钱手术,自己又把全部存款都给别人了,老天爷都就不了你。 刘小敏,你不要胡说八道,挑拨我们的关系。 我只有这一个弟弟,他遇到困难,我不帮他谁帮他。 父母从小教育我们,兄弟之间要团结互助。 当我弟弟和父母需要帮忙,我当然一不容辞地帮助他们。 这也是为了我家团结友好,我弟结婚也是我家的大喜事。 如果换成是他也一样会对我好的。 上次他不是还给我们送了两个空调吗?这些你都忘了吗? 张小凡,你真是愚蠢到家了。 你知道什么?那是弟弟搬新房不要了,所以才送给我们的。 他们觉得扔了可惜,二手卖了又不值钱,所以才做人情送给你的。 你还光荣上了。 算了算了,我也不管你了。 今天他们全部都在场,还是你自己跟他们说吧。 老婆,你就不逼他们了。 他们也没有钱,我弟弟家有三个孩子要养。 弟媳又是家庭主妇不上班,我爸妈每个月都拿养老金补贴他们家呢。 看来你爸妈还真是好人啊,手里不管有什么都帮你弟弟了。 虽然他们手里没有钱,但是他们不是有房子和车子吗? 你让他们把房子或者车子卖了,然后给你缴费。 刚才你还在信誓旦旦地说你们是一家人,兄弟情深,团结互助,那今天这个时候就是考验的时候到了。 嫂子,我可告诉你,我是没钱了,你找别人吧。 现在老婆孩子在家,等我回去做饭吃,我先走了,你们再想别的办法吧。 小米娜,她是你老公,你就自己看着吧。 我们劳两口也是身无分文,帮不了你们,你自己想办法救你老公吧。 我和隔壁王叔约好打麻将呢,这里就交给你了,我先走了。 好的妈,你们有事就先走。 老婆,我的工资卡都给你看了,事情我也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 你可不能那么无情啊,你是我老婆,这个时候你不管我,谁管我。 张小凡,你父母和你弟弟在你最危难的时候,全部都抛弃你了。 你现在想起来我是你老婆了,我告诉你吧,我也没办法,你就自己等死吧。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,你还是直接放弃治疗好了。 老婆,对不起,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,我求求你了,你快点救救我吧。 你就看在我们多年的夫妻和孩子的份上,你就把你的私房钱拿出来给我治病吧,我可不想等死啊。 够了,你也不要求我了,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,我要和你离婚。 即使他们都说我冷血无情我也要跟你离婚,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 第二天,小米和小凡就去民政局办理的离婚手续。 小米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娘家了,小凡最终把房子卖掉给自己看病了,然后落得无家可归,游落街头的下场。